欢迎收看本节目 发布了被称为全人类共同回忆的结霸游戏代言 哥最近代言了Street Fighter小时候的回忆 别说粉丝了8090后男明星都迅速组团围观 JJ、阿信等人更是直接约战结霸对决 杰伦在ins中写道 全世界每个人可能都有一段青春岁月中的结霸回忆 你还记得自己喜欢用的格斗家是哪一个吗 是不是也戳中了你呢 而今天再有重磅消息放出 杰伦为这次代言自导自演了一部短片作品 预计将在26号全网上映 从星座海报来看 这部短片复古调性十足 80年代的街头场景结合街机电玩的独特光线 让人仿佛回到小时候的放学时光 据了解 杰伦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 不仅结合了自己的童年回忆 更是将出道至今的心路历程都融入其中 拍摄过程中反复修改打磨 甚至主动要求增加调威亚的气氛 让人十分期待的同时 也不禁担心她的腰伤 看来这次杰伦是真的很走心 目前片方放出的剧照都只有场景 杰伦在新片中的造型还尚未曝光 也是让人更加期待她 会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这支复古短片中 剧照中熟悉的街机厅 无数八十点九零后 孩子共同的童年回忆 放学后一头扎进街 机厅打得天昏地暗 直到老妈提着衣领把的教训 只惦记着领走前 把没打完的残局交给了死党 是不是已经替自己通了关 你是不是也有过被吃币的时候 也许只是想和老板多赖着再玩一把 保护费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 也许毫无概念 但如果你去过街机厅 你一定懂 如果你对街霸足够熟悉 会发现这是游戏中的一个场景 看来杰伦对Street Fighter的理解 像他的歌词一样 总是落到最细腻的地方 用最平时的方式击中我们的泪点 怎么样 和小编一起期待杰伦的这部回忆沙吧 也许真的能回到最初的美好 版权规矩子娱乐所有 未经许可静止转载 清权必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